大家好,中美爭霸,第三節來的 我錄的那天,9月26日的下午,頭兩節已經出了街 第三節,都是說一些美國最近發生的事情,和對於台灣的未來應該要怎樣的問題 無論如何都好,希望你支持我,訂閱,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 當然,你也不知道Youtube會不會多手,很神秘的 很多人說明明按鈴鐺不提我的,或者我訂閱了沒有的,希望你留意 首先說回正經的事情,其實剛剛美國爆發了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已經發生了兩三天,兩天左右 但我看的新聞是9月25日 總之這個故事就是說,有一個黑人的女士被殺 這個黑人的女士被殺的時候,在3月13日 他被殺了,然後當然就會說,喂,會不會那些白人警察濫殺無辜啊 但後來法院就判,喂,我不起訴這些槍殺黑人女子的這些白人警察 借頭借路就變成了一場暴亂了 這場暴亂的地方就是在肯德基州 肯德基州,肯德基州 肯德基州,肯德基州 肯德基州的首府 Louisville 路易斯維爾裡面發生的 這個示威也挺嚴重的 後來就有些黑人,當然就 甚至是燒法院 我們兩天前就看到他可以燒法院 哇,香港又有個燒法院的 美國的手足也是這樣做的 甚至在法院門口寫的 又說要怎樣劏,要殺彭寶琴 美國呢 是不知為何會將香港發生的事情發生 有人說報應也好 我又不會這麼說的 他們的社會 這個 只可以說 不懂得說 那些黑人的憤怒是否正確 需要討論一下 首先,這個故事先說 不起訴 是關於3月13日的案件 今年2020年3月13日 有叫做 有這位叫做 泰勒的黑人女子 叫Biona Biona 這位泰勒的小姐 她有個男朋友 跟她同居 叫做 抑黑的 她的男朋友 在星島報道裡 她的男朋友 涉嫌是藏毒 那警方就說 當然要緝毒 是吧 有法庭搜查令 但上去 她的男朋友 便稱有人非法藏合 警察就說 我們已經很大聲說 我們是警察 有搜查令 但是 她的男朋友 抑黑 竟然向警員開槍 他向警員開槍的時候 警方當然就開槍 假裝他 而泰勒 我相信 那件事就不是突然間發生了一種偷襲式 是光明正大 敲門 你不開門 就叫他開門 再不開就爆門 就是那類事情 是不是 那兩邊有個對詞 就是說 現在 我看的新聞報道 就不是我之前所收到的訊息 收到說 那個女生正在睡 不是的 Taynor 是站在男朋友的旁邊 那我男朋友開槍 警察 警察 有人說警察很不雅 真的不管了 我覺得順口就算了 也沒有貶意 總之他向警察開槍 警察就還槍 那大家對著不斷射的時候 他的男朋友可能 就閃避 倒 起碼還生存 但是 Taynor就中槍死了 聽下去 看來這對男女究竟是否一起販毒 還是只是男的販毒 我不清楚 只是問回 警察究竟開槍合不合法 法庭認為合法 但是那些黑人的手足就說 不合法 然後去搶 然後燒法庭 就這樣了 甚至有警察被他拔死了 總之這件事 我的報道完 我就說 看來好像 沒完沒了 當然啦 其實狠德基在南北戰爭的時候 在南方那邊 但是其實這些 美國的文化轉向就是 要平權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現在變化越來越厲害了 也都其實 我想在白人的心目中 覺得那個白人警察 不管是什麼警察 不管是什麼種族 但是你販毒 你開槍 對警方開槍 你就死有餘辜 很多白人這樣看 現在黑人是不是要求 現在的白人心目中 就會問 是不是黑人要求了一種特權 你們販毒 警方也不能抓你呢 你拿槍拔警察 警察也不能還得擊呢 現在去到形勢上 看來矛盾很大 就是說 喂 你其實越搞這些事情 對特朗普的選情 我覺得是有利的 當然很多人說 特朗普未必會贏的 但是 其實這些黑人的暴亂 越來越方向走 就是方向走版 另一邊就是說 加州就說要給 完全按種族的分配 去派那些學位 就是說 你這些亞裔讀書厲害 沒用的了 你怎麼讀書厲害 都不會派給你的了 這樣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使得社會很分化的 有時候就是說 你考入大學 是應該講成績的嘛 亞裔讀書成績好 那這個就是沒辦法的事情 是不是 證明那個種族 可能那個文化素養 就栽培子女 會注重一點 這樣 他們成績好 但沒理由 他成績好 就被限制 進入大學的嘛 是不是 或者進入 即他成績好 應該進入更加優秀的學校 現在你就限制他 很多這些矛盾 美國真的搞不定了 我就覺得 如果你講真一句 現在呢 特朗普我看電視那一刻 已經宣佈 是會揚沙一個48歲的小姐 去跟我同年 做大法官 那如果是 而那個情況來講呢 我想呢 因為很多人 可能心裡不滿 特朗普處理疫情 但又明白啊 處理疫情的時候 那一個法官呢 叫做 巴瑞特 巴瑞特呢 可能是一個 很年輕的法官來的 所以呢 其實 但是 查過背景呢 就說 那位女士呢 其實呢 就是 在大學教過法律的 然後呢 17年 特朗普委任去做上訴庭法官 做了三年呢 現在升他做大法官 那我想這樣呢 特朗普就會覺得 這個人 就很適合他口味 又夠年輕 如果他有88歲的命呢 可能影響香港呢 就是影響美國呢 最高法院40年 所以呢 其實這個情況呢 特朗普就選了這個了 共和黨也都 只會推他進去而已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實我想 美國文化轉向比較保守呢 已經定局的了 其實這些事情之外呢 我想講講台灣了 轉一下話題了 那其實就 總之 美國的方向是這樣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 在大選裡面 面對一些爭議 雖然我上個節就說 喂 有三個是布殊家族 是 是 是大法官 現在就有三個是 特朗普選擇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去到大選最後關頭 特朗普只要將一些政治利益交換 譬如說 給多些部門 給布殊家族可編的人 親布殊家族可編的人 可以進去做官 那我可以拿到權力 自然是談得妥的 雖然他們說布殊家族那邊 不太喜歡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的取向 跟他不同 是吧 他們比較的 港傳統化 這樣 大家背後的財團不同 但是其實有得談 是不是 我覺得如果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兩邊都是在吃 那些基督徒的保守票 譬如說 反墮胎 那些 我覺得特朗普仍然是有優勢的 我覺得如果是選舉有爭拗的時候 除了這壹事之外 我覺得說說說台灣 因為我看到有些文章 就說統一了台灣之後 應該怎樣治理的時候 是大力推介一國兩制的 那我就覺得 甚至就說 他講到台灣裡面有三批人 第一批人 就只有二三百萬左右 就是外省人的群體 最初就是蔣介石帶了幾十萬人過去 現在隔了幾十年之後 就幾代了 三代了 是不是 都差幾年 都差幾年了 或者是 因為其實年初開始走老了 49年1月已經輸了三大戰役了 那些人聞到就還沒不對勁 開始走老了 所以其實已經 在那些外省人去台灣 已經七十幾年了 其實這裏現在有二三百萬人左右 這些外省人究竟對統一 究竟有沒有熱切 我們不敢肯定 有些會回大陸做生意 但另一邊叫台獨也不奇怪 另外有些福建人的後裔 可能早幾百年前 在滿清的年代 滿清最後消滅了鄭成功和他的兒子 那些鄭家國巨政權 消滅了之後 其實可能很多福建人就會走去台灣 因為人口多 去到康熙、雍正、乾隆 人口爆炸 本來一億多到三億多 人口太多 走去台灣就去找地方住 這樣 有多些土地 所以很多福建人就走過去 要這樣說 所以福建人的後裔 估計都過千多萬左右 但另外日本人 就侵略台灣的時候 即是1895 去統治台灣五十年 那五十年裏面很多日裔 就大約有五六百萬人在裏面住 那這些就是說 父系那邊是日裔 媽媽是福建人 但是他們現在說福建話也好 但是他們呢 就有黃民教育的 我今天出了一節 政教論壇都是在說 其實李登輝這些真是漢奸 或者這些是黃民 也都自稱22歲之前是日本人 即是這些人 為什麼你會這樣賠償他呢 還有你蔣介石有心搞台獨 他可能去美國讀書 踏上做了美國間諜 美國叫你扶你就去扶 因為你全心 你發覺 失去了聯合國的位置 甚至不止沒有了位置 甚至一次過高一點的常行理事 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那可能心理反應就突然變化了 不如我搞台獨 即是蔣介石和他的兒子 蔣經國都有這種心理的反應 所以就開始轉態搞台獨 李登輝的崛起和這些有關 所以說 喂 那你又 哇 大哥 那裡有五百多萬人 但我覺得這五百多萬人 無論如何都好 懂得說普通話 懂得說福建話 是不是 如果你說一句 你說因為他們這三個族群 互相有仇怨 譬如說 那些日裔那五六百萬人 又很不喜歡那二三百萬人 的國民黨那些外省人 那你所以就說 喂 共產黨要處理台灣呢 不如就把政權一國兩制 直接插曬特首就是國民黨呢 我告訴你其實這個是極之不穩妥 是一個古惑人心的東西 國民黨呢 他們洗了幾十年老 就覺得中華民國 是正索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匪的 即是他們這樣看 甚至說無線新聞都賤格 無線都賤格啦 什麼台灣原味道那個故事 那個節目 就放一些 共匪雞翼 這些就是宣傳台獨了 無線 我看到我宣傳台獨說他 YCTVB沒有說錯的 是不是 現在我們也說回 其實三個群體 你都不可以 放心 將給他們去統治台灣的 明白嗎 第一 如果你說武統之後的台灣 我會覺得就是 一定要一國一制 為什麼 因為他們原本的制度是不行的 但是因為你共產黨 怕得罪台灣人 所以就不肯直接統治 如果他們不肯直接統治的話 那他們就無止境在那裡覺得 哎 是外族入親 是吧 現在問題就是 台灣現在很多事情 跟香港一樣的 首先第一件事 原有的教育系統一定要打碎他 將大陸那套 一定要直接殖民下去 香港的問題就是 回歸23年 香港的教育系統是被那些 漢奸走狗或者外國勢力控制 他就利用教育系統洗我們年輕人的路 是不是 你唯有就是要把 大陸那套的教育觀念放進去台灣 而且 也都要 將整個台灣 可以說 是大學教育 我覺得都不可以保留 因為 你保留了 那套肯定 很像香港一樣 那堆大學肯定是 涉滿了台獨分子 你讓他們繼續教書 就繼續洗腦 又或者是 說幾句裡面 涉幾句罵大陸的事情 沒得搞的 教育那邊 一定要重新拆過 第二件事 譬如說台灣原本的法律制度 是一個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建構的東西 那堆東西 是大陸化結構 但是這堆東西 始終就是他 他不可以和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系統 可以共存 如果那個法律系統繼續存在的話 他就覺得中華民國某一個程度上繼續延續 如果我們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政索 現在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那個 孫中生那個 中華民國已經亡了 如果沒有統候應該要他亡 整個法律系統都要剷掉他 就是說大陸一定要派法官 一定要重建司法系統 教育系統 那如果兩大系統都拆了的時候 你給不給台灣去選立法會 或者選總統 選所謂的省長呢 這些東西全部都不可以存在 是不是呀 所以我認為台灣很小的 比重慶更小的 我覺得台灣 整個人口 對比於 都未必夠一個中國一個直轄市 這麼多人 是不是 要管理台灣的話 是全部東西都要拆掉 原本的行政系統 可能全部都要拆掉 你會好像香港這樣嗎 全部黃色的法官 黃色的公務員 那就真是死眼了 你說一國兩制 那你就不能換到裡面 你現在是要動台灣的法制 甚至動台灣的金融系統 不容許台幣繼續存在 一定要換人民幣 你拆這麼多東西 你不如直接一國一制 大哥 是不是 當然 我覺得應該要戒嚴 如果台灣要管治的時候 就是說 要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對那些 那些 日本人的後裔 你會長期監控 要不就移民 要不就離開 要不就離開 是吧 你就不會在這裏搞事 就是不會讓你們在這裏搞事 你唯有說你戒嚴看著它 甚至我覺得台灣裡面 不應該再有股市了 接了它 總之重要的工商業 移入內陸或者香港 或者金融業 在島裡面剩下農業 或者少量的服務業 工業裡面可能剩下台積電 其他東西 盡量要移入大陸 接著就把台灣島 軍事化去 主要做中國的軍事基地 大陸的軍事基地 就是全中國的軍事基地 放些航空母艦 潛艇 在台灣島去做軍事基地 我覺得這樣 台灣會比較正常 那麼多軍隊就站在這裏 台灣人是很現實的 長期被殖民 被日本人控制的時候 他就向日本人做黃民 看到蔣介石的時候就怕死 後來 後來 蔣介石 和蔣經國 兩父子 鬆口 放台獨 所以 他們才是台獨座大 這些日本人是後裔座大 其實現在來說 不管什麼種族 你都在說福建話 說普通話 還認什麼日本人 我覺得一個世代 處理不到 就是慢慢去處理 但是要用一國一制 先說這麼多